再來的話 偶爾的這個含須 偶爾的部分 兩個條件 一個是 銷售量要20 銷售偶爾要6萬 這兩個條件 只要其中一個 只要一個條件成立的話 其中一個條件成立 就是所謂標準 標準的話 接下來我們一樣 在這邊最近使用過的 IF確定 確定之後要兩個條件 兩條件的話 我們用偶爾 其他函數 這邊的話我們找一下 偶爾 偶爾 偶爾的話 直接就是其中一個條件成立就可以 第一個條件的話是這個 它要 大於 這個地方要大於 只要大於 這邊的話給它20 第二個條件的話 我們在這邊 銷售金額要6萬 所以後面大於6萬 按確定 一樣會跳出錯誤 按確定 再回到一幅 再回到這個條件 兩個條件就會放進來 如果條件其中有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標準 反之就不標準 這邊的話我們就輸入 標準 反之就不標準 按確定就可以 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顯示出來 只要其中一個條件成立 那最後其實就只有一個不標準而已 它這個沒有20 這個也沒有6萬 所以不標準 其他都有 那上面的部分 這個 看你要不要做 如果 考評的話你用是否就好了 是否就好 這個是偶爾的函數 好吧 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